她像孩子似的全在被子里,长发散落在枕头上,微微上翘的长睫毛遮住了美丽的大眼睛。 小巧的嘴唇时而撅着,时而又弯起一个漂亮的弧度,天知道她在做着一个什么样的梦。 她已经睡了半天了,子言也看了她半天,还帮她盖了九回被子。 日近黄昏,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,子言轻轻打开床头灯,继续看着那张怎么也看不够的脸。 自从七年的初恋输给了一个年近半百的大款后,子言以为自己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。 她疯狂地工作,从一个小职员做起,到专业经理,再到公司副总,直到有了自己的公司。 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,子言过着清教徒一样的生活。 公司里不乏漂亮能干的女孩,业务伙伴中也有不少女子对她格外垂青,子言都默然处置。 以至于女孩子们以为她生理有什么毛病。 八个月前,公司发生盗窃案。 她带着一帮警察来公司勘查。 子言对这个扎着马尾辫,穿着白衬衫牛仔裤的漂亮女孩,颇为不屑。 同行的一位挺帅的警察说,怎么,瞧不起她呀。 告诉你,人家可是警校的高材生,我们对的谈判专家。 她大概听到了他们的谈话,若有所思地看了子言一眼,淡淡一笑。 她问了子言一些似乎无关痛痒的问题,子言有些生气,对她说,你还是来我公司上班吧,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做警察不合适。 她也不生气,看子言一眼,淡淡一笑,就告辞了。 第二天,她带着她的一帮兄弟来公司带走了子言的女秘书。 子言听她分析案情,简直就像再看一部推理小说。 晚上,子言失眠了,她柔柔的声音老是在耳边盘旋,脚得子言冷映了多年的一颗心柔软的一塌糊涂。 闭上眼,就看见她浅浅的笑颜。 子言高兴地发现,自己还是有能力去爱一个人的。 子言打她手机,她不接,子言接她下班,她开着警车,从子言的宝马边呼啸而过。 子言便打她办公室电话,她的同事实在不堪子言的骚扰,便对着话筒拉长声调说,她说她不在。 她只好在同事们善意的笑声中接受了子言的约会。 子言捧着99朵红玫瑰在钟爱一生咖啡馆等了半天,她才带着一个女孩姗姗来迟。 她说认识一下,这是阿子,我最好的朋友,这是子言,你们聊吧,我还要出现场,拜拜。 她开着警车呼啸而去,子言愣了半天,心里还七婚八素,那个叫阿子的女孩温柔地笑笑说, 你别介意,警察就是这样,有时喝杯咖啡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奢侈的事,因为案情会随时随地出现。 她办完案子回家已是半夜,竟在自家楼下碰到子言,她笑着说,世界真小。 子言说,是时间太慢,我等了四个小时你才出现,可我好像已经等了半辈子了。 死阿子,出卖我。 她嘟弄着,转身想逃,子言突然握住她的左手,她右手立即条件反射去掏手铐,子言已经稳住了她的唇,她挣扎了一下,掏手铐的手就估在了子言腰上。 她的局长说,28岁的大姑娘了,总算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,这次一定要给你放大架,把手上的案子都放下,好好放松一星期吧。 于是,子言陪她来到风景秀丽的三亚。 在天涯海角,子言给她讲了自己的初恋,她深情地闻子言的眼睛,对着大海大声宣布子言是她的初恋。 子言紧紧拥着她,告诉自己她就是你徐子言今生要等的人。 假期结束不久,她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负了伤。 医生说她脑部受到强烈撞击,可能会永远昏迷。 子言不信,一不解代地守在病床前,不停地诉说他们在一起时说过的绵绵情话。 七天后,她睁开眼睛,笑着说子言,你不刮胡子的样子好丑。 子言流着泪笑了,用胡子去扎她。 一边的医护人员和战友们也都流着泪笑了,医生说是他俩的爱情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。 出院后,她更忙了,忙得跟子言见面的时间都没有。 每次约会,傅约的都是那个叫阿子的女孩。 她在电话里,说出一大堆理由,然后说声对不起,最后还千叮名万嘱咐。 叫子言一定照顾好阿子,因为阿子是个孤儿,因为阿子是她最好的朋友,因为阿子是个特别好的女孩,因为。 周末,子言好不容易在公安局门口等到她。 坐进子言的车里,她说,我们去阿子家蹭饭吧,子言你肯定想象不出阿子做的菜有多好吃。 你看阿子又漂亮又能干还会做饭,数完美女人,还看阿子啊。 子言哭笑不得,尽管很生气,又不忍心责备她,只好游着她。 阿子真的很能干,很快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就上桌了。 子言刚打开一瓶红酒,她的手机响了,眼睁睁看着她一阵风湿地卷出门,子言郁闷地干了满满一杯酒。 阿子细语柔声安慰子言,不停地给她夹菜。 子言突然发现,阿子有一双几乎和她一模一样的大眼睛。 饭后,阿子给子言泡了一杯上好的龙颈,然后独自去厨房收拾。 吃了阿子做的菜,喝着阿子泡的茶,子言想,有家的感觉真好。 该告辞了,阿子帮子言穿上外套,突然从身后抱住她说,我爱你,子言。 子言桃也试得出了阿子家,竟直来到她家楼下,竟看见她的房间亮着灯。 她在床上拥背而坐,默默出神。 她爱子言,一往情深。 可是,自从那次负伤后,她就决定放下这份感情。 她是警察,而且是刑警,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,正因为她知道子言对她的感情。 也知道子言受过感情的伤害,她才会想到万一她牺牲了,对子言的打击有多大,何况。 目前她就在办一桩非常重要的案子,她正胡思乱想,子言出现在房门口。 子言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躲我,我也知道阿子是个好姑娘,但是我爱的是你,无论你的工作有多大风险,我愿意和你共同承担。 她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,如果我给了你错觉,我向你道歉,阿子才是你今生要等的人。 所以,本案终结。 子言默默地看着她,突然把她拥进怀里,迅速地稳住她的唇。 她愣了一下,开始热烈地回应。 子言轻轻咬着她的耳垂,问她,还敢说本案终结吗? 她把脸埋进子言怀里,不说话。 子言说我好想有个家,我们结婚吧。 她说,我明天就出差了,回来再说吧。 她这一走就是半个月,子言都感觉过了十五年。 结婚的准备工作,子言已做好了,就等她回来去挑戒指。 现在她终于回来了,所以子言放下了所有的工作,专心等她醒来。 奶奶敲门叫他们吃饭,她这才睁开眼睛。 她对子言笑了笑,问,阿子怎么没和你一起来? 子言拧拧她的鼻子说,真没良心,我在这看你半天了,你也不问问我这些天过得怎么样? 我在等你的答案呢。 她沉默了片刻,说,对不起子言,我其实一直都在考虑我们的问题,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合适。 但你就是不相信,所以,所以我争取了这次出差,其实这次我可以不去。 但李浩天希望我和她一起去,顺便见见她家人。 浩天一直在追我,但我很笨,直到你出现,我权衡再三,还是决定选择浩天,对不起。 这是我们的婚纱照,浩天姐姐是开照相馆的,她坚持要我们相信她的技术,我们就拍了。 对不起。 子言看了照片,才知道李浩天就是那个长得挺帅的警察,她穿着婚纱站在旁边,美艳动人。 子言决定和阿子结婚,她给他们送上真挚的祝福。 子言发现穿上婚纱的阿子一样美艳动人。 交换戒指时,阿子望着子言,满脸幸福。 她也望着子言,满脸幸福。 她陪阿子去更衣室换礼服时,电话响了,她匆匆跟阿子道别。 走到大厅门口,她默然回首,与子言的目光不期而遇。 她笑笑,直指更衣室,又直指子言,挥挥手走了。 子言明白她的意思,实际上,从给阿子戴上戒指的那一刻,子言已经决定忘了她,好好戴阿子,一生一世。 一个月后,子言和阿子结束了他们的蜜月旅行,从瑞士回国,去机场迎接他们的是李浩天。 浩天说,子言婚礼的那个晚上,他们跟了很久的一个贩毒案收网了。 她追赶漏网的毒枭时中了枪,牺牲之前,她拼尽最后的力气,击毙了毒枭。 那张婚纱照是她叫浩天用电脑做的,正因为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,浩天才同意做了她的同谋。 车子静止开到了烈士陵园。 浩天说,子言,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你一定要幸福。 浮着冰凉的墓碑,子言泪如雨下,墓碑上的她笑望着子言,美丽动人。 又过了八个月,阿子生下一个女孩。 阿子说,子言,女儿的名字就叫海月吧。 四目相望,泪汹涌而出。 海月是她的名字。 海月是她的名字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